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i,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說醫食同源篇 袁醫生你今天想和我們說的是綠咖啡 我知道 那除了水和茶之外 最多人喝的相信都是咖啡 那現在的咖啡店越開越多 那其實咖啡和綠咖啡的分別是甚麼 甚麼是綠咖啡 那相信大家一聽過咖啡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說綠咖啡是甚麼事 那我相信不是很多人知道 或者用過 那其實綠咖啡和一般咖啡的最大分別是甚麼 未經過控盃 那其實呢 通常我們用一般用的咖啡 是將原裝的綠咖啡豆 將它焊它 焊它 焊得多 那它就慢慢有一點焦 那其實那些香味是用這個方法 是將咖啡的香味加強它 那原來綠咖啡本身呢 你就這樣喝它是比較苦的 那很明顯 那個裡面的成分都會不同 那 先大家去講講咖啡 那大家知不知道咖啡那個 那個 那個種植的地方在哪裏為主 是不是非洲 原來呢 種咖啡的地方很多 差不多有七十幾個國家 那 主要呢 就在那個 那個 尺度 那一段 即是熱帶地台 熱帶的 南中 東南亞 馬爾代夫 大家都聽過 馬爾代夫 起碼是一個 一個度假的海灘的聖地 原來馬爾代夫也是種植咖啡 和非洲 那主要都是那個 尺度 沿著尺度那些國家 那通常呢 當那個咖啡 我們叫做咖啡 那些Berrys Berrys 那些種子 那些種子 當它成熟的時候 就採集了下來 那跟著呢 就要處理它 那 將它抹乾 那 跟著呢 就拿入面那些種子 那些種子 那些種子 就跟著呢 就烘乾它 烘它 即是不同的程度烘 那就是 你需要些什麼的味道 那烘了之後呢 就把它磨 磨碎 那才可以製造咖啡 那 那 相信呢 香港人呢 很多時候呢 買咖啡呢 都會買些咖啡豆 咖啡種子 那跟著呢 就自己家裡 有些磨咖啡的機器 小小的 那磨了之後呢 自己即時呢 來製造那些咖啡 那那個味道呢 就新鮮了 肯定了 那 其實呢 我們咖啡呢 是有兩種 主要兩類的 那一種呢 我們叫做阿拉伯的咖啡 Arabica 然後 第二種呢 就叫做 Robusta 其實主要的 兩種的 那 通常呢 是 綠咖啡 最好的品種呢 原來呢 是阿拉伯的那個品種的 是 因為原來為什麼呢 原來它有一種成分 一種抗氧劑的成分 叫做多分 Polyphenol 這種成分 是特別高的 Polyphenol 就是我們叫做多分 我們簡稱叫做多分 那這種一種是抗氧化的主要成分 那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也都有一些 我們叫做綠原 和咖啡酸 綠原 和咖啡酸 那在營養方面呢 發現呢 綠咖啡豆呢 通常呢 就有很多 就是可以水溶性的纖維 那它也都 含有 我曾經所說的 那些多分的 那個 抗氧化劑 還有呢 有一種 我們叫做 Bioflavanoid Bioflavanoid 大家都聽得多了 我們叫做 生物類黄酮 其實很多的 營養產品裡面 都很強調 有這種叫做生物類黄酮 還有維他命 和抗物鹽 那其實它有什麼作用呢 第一 它抗氧化很強 第二 大家都知道 是什麼 用來提神 很多人 早上起床 沒有咖啡 就回不了工 那我記得在讀讀大學的時候 很多的學生 教授 通常呢 就手拿一杯咖啡 好像沒有咖啡 就是腦袋 全部靠咖啡 咖啡 來提醒 那還有些人呢 就喝咖啡 經常會覺得什麼 會去小便 很急的 那就是很明顯 咖啡是一個利料作用的 那大家 我跟大家 以前都講過 有關於那個水 因為很多人呢 就是飲水不足 那我們很強調 其實呢 補充水分 就不是一般的飲品 就是不是想要喝茶 喝咖啡 就等於補充水分 因為如果你喝咖啡 其實是一種利料劑 那你其實更加脫水的 那有一種說法呢 你喝一杯咖啡 就要喝兩杯清水 來補充咖啡的流失 好 那在臨床上呢 大家有需要呢 就可以寫下它 那原來在臨床上呢 咖啡可以幫助一些什麼的問題 那包括的問題 好像 Alzheimer 就是老人癡癌症 那原來發現呢 如果常喝咖啡的人呢 老人癡癌 腦袋退化呢 會慢一點 會減一點 那 那 同樣呢 原來呢 咖啡呢 可以幫助那個血泉膝的問題 可能有種薄血的作用 也都會幫助我們的血壓 血糖 還有最主要是頭腦肝不清醒 這個我相信大部份人用咖啡 都是清一下腦先 對不對 那還有呢 心血管的問題啊 還有 肝硬化 便秘 有些人都是的 之後喝了咖啡呢 他就覺得 幫他去大腿去得很好 是啊 那 情緒低落 當然啦 其實腦袋會鬥鬥 有一種情緒 都是一種肯定會有影響 糖尿 累 疲勞 尤其是精神的疲勞 那個 膀胱的問題 還有膽石的問題 痛風 有些人想著 我痛風不可以喝咖啡 原來不是的 咖啡可以幫助痛風的 頭痛啦 有些人呢 早上呢 一頭痛起來 尤其是扁頭痛啊 那種問題呢 他通常喝杯咖啡 可以把血管 不要脹得那麼辛苦 可以縮回去 炎症 還有呢 是那個Jet Leg 那個時差問題 那 還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那個記憶 因為白眼呢 常喝咖啡人 是很明顯的 感覺是記憶會幫助得到的 嗯 那麼 那個扁頭痛 還有肥半 肥半 我相信很多人都 都可能都 有這個問題 亦都想過不同的辦法 但原來呢 咖啡 現在說的是綠咖啡 原來在肥半的問題 是有很顯著的幫助的 那接著是痛症啊 柏金遜啊 柏金遜啊 前列腺的癌啊 中風啊 一般的疲雷啊 還有呢 當然是減肥了 那麼你看到呢 原來咖啡的功用 是很多方面的 有些綠咖啡的功用 是很多方面的 嗯 好了 那麼咖啡的起源在哪裏呢 那 那麼 原來呢 在我們的記載可以看到呢 我們第一次發現咖啡的地方 在什麼國家 非洲 非洲 哪個國家 埃塞羅比亞 沒錯 原來是埃塞羅比亞 在東北部的 咖啡呢 原來呢 是早年呢 就在 在阿拉伯的南部 但是最早發現 喝咖啡呢 原來什麼時間呢 在十五世紀 那段時間呢 在那些也門 那些妙字 那個妙語裡面 有一種叫做 Sufi 的廟宇 那些廟宇 在那些也門那裏 那裏 那麼它連我們的 估計 原來咖啡呢 在 阿拉伯的 紅海 那個 那個區 地區呢 差不多有成 種植呢 差不多有成 九百年以上的歷史 那麼 當然呢 是早期的咖啡呢 就不是經過 背敲過的 不是黑咖啡 就是綠咖啡 就好像我們喝茶 沖茶 這樣喝的 那麼 那我曾經說呢 那個起源呢 原來呢 是在 埃塞羅比亞的地方 那麼原來那裏地方呢 有一種 有一類 有一族的人 叫做 Oromo O-R-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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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類的人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第一 即是最早 是相信呢 是咖啡呢 可以提神的 咖啡的值 可以提神的 咖啡的值 有記載 說呢 原來發現咖啡 是哪個人呢 是有一個人 叫做 Shrik Oma 那麼 原來在我們的 有一個早期的手卷 是中東國家的手段 Oma 這個人呢 早期呢 原來他是有 是幫助 即是醫病的 一個人 他原來是用祈禱醫病的 那麼 當時呢 就曾經呢 被人放逐 是在Mokka這個地方 放逐出去 那麼去到也門 一些沙漠的山洞那裏 就叫他放逐出去的 那麼當然啦 Oma 當然 在放逐裡的期間 由鵝 由肌鵝 他只要能夠在附近 拿一些植物 Berrys 這些 蟲草裡面 是吃這些Berrys 當然啦 他覺得 哇 好苦的喔 那麼苦的喔 那麼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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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不如嘗試一下 那麼烘了之後呢 那麼他就去嘗試一下 咦 但是太硬喔 烘了之後 越來越烘越硬喔 那麼於是 他就這麼硬 怎麼吃呢 那麼不如再煮軟它 那麼 那麼跟著呢 他就煮過過其他 咦 煮了之後呢 烘乾的豆硬了之後 煮軟它呢 那些水呢 啤色的水呢 很香喔 那麼原來咖啡呢 是這樣開始的 是他無意之間呢 他就開始的 那麼當然啦 歐瑪喝了這些 這些液體的水 咖啡 咖啡水呢 那麼整個人精神了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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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捱多很多日 那麼這個 這樣的故事 這種神奇的藥物的故事呢 就很快呢 就傳流回去那個 歐瑪 即是他被放逐的地方了 那歐瑪呢 於是他就邀請他回去啦 那麼 還有呢 就是將他封為聖人 哈哈 這個就是咖啡的歷史來的了 那麼 由那個 埃塞羅比亞呢 這種飲品呢 就慢慢地 是傳流去阿拉伯國家了 那經過 經過 埃及 以及也門這個地方的 那麼大家知道啦 咖啡裡面有一個 主要什麼成分呢 就是咖啡因 咖啡因呢 雖然 咖啡雖然 就算是有機的咖啡也好 整個的食物來說呢 是有治療價值的 就是我剛才所提及的 很多方面的問題 但是如果咖啡因呢 就這樣單獨採用咖啡因呢 就是一種 其實是妥毒的物質來的 所以呢 我們用咖啡的時候 就不只是用咖啡因 我們會用整個的抗氧化 就是多份的抗氧化 包括那個 包括那個 包括這個 那個 綠原酸 還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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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類黃酮 維他命啊 還有抗物鹽 那要加起來呢 才能夠將咖啡因 那些 即是不良的那些 那些問題呢 是中和了它的 那麼 我知道呢 咖啡因呢 可以這麼說呢 是現在的目前呢 在這個世界上呢 是用得 即是很常用的 那麼當然呢 它可以幫助 亦都可以有傷害的 那麼 看似乎你怎樣去用 現在休息一陣 轉頭回來繼續 我們平時飲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綠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綠咖啡 剛才袁醫生你提到咖啡因 就是看你怎樣使用 可以使用得正確 有效 有幫助 但當然使用得不好 也有問題 首先我要了解 咖啡因的作用是怎樣 怎會令我們提神 原來咖啡因令我們提神 主要能夠阻擋了一種 我們叫做Adenosin 中文叫做線金 這種物質的功能 原來Adenosin 通常是減低我們腦袋的活動 令我們想黑眼睡 咖啡因可以阻擋了這種線金的作用 當然有些人對咖啡因很敏感 會覺得不舒服 也有些人因此睡不著覺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的人 通常會怎樣呢 就是不要臨睡 就喝那麼多咖啡 不要那麼夜喝 是的 袁醫生 你剛才提到 綠咖啡其實有很多臨床應用 可不可以詳細和我們講解一下 我剛才也舉例了很多臨床應用 大家都相信最明顯的地方 其實很多所謂的營養附加品 都是有一種抗氧作用的 綠茶和咖啡 有很多不同的抗氧化劑 其中我們稱為 這種綠原酸其實是一種很強的抗氧化劑 也都會幫助我們身體 消除我們身體的很多油離機 從而增進我們的健康 其中我們咖啡豆裡面有這些抗氧化之外 還有咖啡豆裡面有很多纖維 通常這些纖維也有很多抗氧化的多份 其中有叫做Phenolic Phenolic也是多份的一類 是屬於我們叫做Phenolic Phenolic 這種Phenolic 好像咖啡一樣 都是一種給我們多方面的抗氧化的好處 第二的應用方面 就是高血壓 有些人會想到 喝咖啡應該是提神 令到醒目 想著會提升你 增加你的血壓 但是記住 我們現在所說的是什麼 是說綠咖啡 那綠咖啡呢 原來其中有好處 就是幫助我們的高血壓這個問題 我研究發現 原來在人也好 原來綠咖啡是可以大大降低 我們那個人的血壓 當然 它的效應效果 都是直接跟我們用的份量有關的 如果那個份量用得多 它減血壓的效果是更加多的 那麼 這個研究呢 亦都看到 這些 這些用綠咖啡減血壓 是不是一般 和一般那些用西藥減血壓 那些副作用呢 是多多 這個綠茶減血壓 是沒有副作用的 好了 那麼這個一個血壓 當然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血糖 我知道了 如果我們血糖穩定 我們的人會精力好一點 是 頭腦清醒一點 是吧 荷爾蒙的功能 排毒的那些能力 還有呢 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 體重控制得更加好 那麼我們發現呢 綠茶咖啡 好像其他有些 可可啊 可可粉 可可豆啊 還有一些肉桂呢 其實都是很幫得到 我們要穩定我們的血糖的 那所以有時候呢 你在那些 咖啡店 有時候他們都有一些 肉桂粉在那裡 有些人會想 為什麼有這些 當然了 肉桂本身是 一種很清甜的香味 那種這樣的 那種這樣的 咖啡酸呢 是綠茶咖啡酸呢 原來呢 是可以幫助癌症的 可以保護我們的 我們那個 就是 癌症的問題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個咖啡酸呢 不單是一個好的抗氧化 但是也是一個抗氧化的 消炎的物質 那所以呢 它不單是 我們剛才所說 預防癌症 預防心血管的問題 還有呢 是預防 那個 那個高血壓 那 那 因為呢 它可以減低那個血壓 那為什麼呢 我們發現呢 我以前在我們 都 自然療法院裡 都經常很 提及呢 其實很多問題 都有一種慢性的炎症 是 心臟病啊 血管問題 其實我身體一種慢性的炎症 令到我們 出現很多游離機 從而破壞我們這些 身體的器官和組織 那原來咖啡酸呢 是一種消炎的物質來的 好了 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 綠原酸 綠原酸 那 通常呢 綠原酸呢 在那個 綠咖啡那裏呢 是可以幫助到的 昨天所說的 心臟問題啦 糖尿啦 那個 那個 減肥啦 那當然呢 他主要那個 綠原酸 綠原酸 那個 主要的成分呢 是會怎樣呢 是會抑制我們身體 有種叫做葡萄綠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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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葡萄糖 綠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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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酵素來的 那原來這種呢 抑制這些這樣的 這種 G6P 的 酵素 釋放呢 是會穩定我們 那個血糖的水平的 OK 那 我亦都發現呢 這個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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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原酸呢 亦都會減低我們身體製造 以及過多的葡萄糖 嗯 好了 那很明顯 那這個肯定跟我們那個 那個 糖尿有關的 是 那也都有一個研究 發言 這個是一個 就是患多糖尿 那些老鼠的研究 那發現呢 這種這樣的 喝這個 綠茶 所以綠茶呢 是可以減低這個 的方面 那 但是發現呢 那個其中一個 是那個 那個 綠原酸呢 是 的咖啡呢 也是會對付 我們的身體 那個 葡萄糖 那個混輸的 那 所以這方面呢 是已經是有 研究的證實 的 科研的證實 那 那大部分人呢 喝咖啡呢 主要都是 用來提佛提神 那 那 那 當然呢 它是可以 就是 很多 我們練的那些 所謂叫做 健身 用的那些 那些營養產品 很多時候都有這個 成分的 那它令到你沒有那麼累 還有你減輕壓力 那 還有一個 好應用的地方 就是 柏金順 那我們呢 發現咖啡呢 是可以大大減低 我們患柏金順病的危機 那 亦都可以說呢 是有一種 預防的作用 那 那 那 現在很多的藥廠呢 其實呢 都是在研究中 如何用這些咖啡的成分 是製造一些成藥呢 是可以呢 在這方面呢 就是可以幫助 那些咖啡呢 是可以幫助 那些咖啡呢 但是其實天然的飲品已經有了 那 那最最最最最好的 那是 是那個 那個叫做 訓傳 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劑 那也都是會幫助 是 所有的 因為那個 那個 氧化的 傷害 導致那些 身體的毛病 比如 啊 心臟病啊 中風啊 癌症啊 心血管問題 最后大家相信最有兴趣之外 原来绿咖啡可以证实对减肥很有作用 为何可以减肥呢? 原来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处理血糖 和我们血糖的新陳代謝 加上绿咖啡里面的咖啡因 可以减低脂肪的聚绩 亦可以抑制脂肪的吸收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将绿咖啡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减肥工具 我知道绿咖啡不是一般地方有得买的 咖啡店没得买 它会制成了一些补充剂 如果我们买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 我们很强调 我们主要要看看绿咖啡的成分有多少 通常绿咖啡的产品 都会列明绿咖啡的成分有多少 在购买的时候最重要是要看清标签 绿咖啡我们希望绿咖啡要45% 不要比较少 因为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研究 都是用45%绿咖啡的绿咖啡来做研究 在这方面都不要忘记经常性的运动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饮食方面一定要留意 那如何吃法? 一般你看到的那些 外面买得到的那些 它的成分通常是一些 就是胶囊装 大家记住胶囊不是真的胶囊 其实是啫喱做的东西 很多都是素食用得的 它通常是用400mg 是 用量通常是用2-3次 最后就是饭前半个小时去用 是 当然有些份量低都未必是无效的 一样都可以的 那会不会说有哪些人是不可以吃的? 因为由于这个产品是比较新的 所以很多临床上的时间都未曾看得透 所以他们认为有些孕婦 或者在餵奶的妈妈 或者是十元仔 18岁以下的十元仔 暂时都不需要用这个工具 现在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绿咖啡 我知道其实咖啡是用过千种的农药去种的 所以我们选咖啡的时候 最好都是选择一些有机的 那其实那些化学成份 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 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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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道 甚至乎 会增加我们患癌症的风险 是的 我也知道 喝了咖啡 很多人就说 我喝了咖啡没多久 就常常要去小便 即是说咖啡是利料的 没有想着 我喝咖啡 不就是喝了很多水分 其实不是的 所以你喝咖啡的人 应该是再压我喝多些水 免得令到身体的水分是真真正正的流失了 那好了 那买咖啡有时候 其实今时今日的香港的消费者 都受到很多政府的法律 保护得很好 那一般的咖啡 平均来说 绿咖啡的所谓放置的时间 通常是两年 但我也都知道 我有个侄女 她是在巴西居住的 原来她们对咖啡很讲究 而且她通常的咖啡是要很新鲜的 通常她们所谓的 shelf life 大概三个月左右 但香港人一般来说 习惯了两年 两年都OK 那当然 煮糖咖啡 尽量不要用那些 塑膠的袋装 那 还有呢 就是储藏的地方 最好就是在 比个干爽的地方 是 不要带个潮湿 但是潮湿当然 香港地很容易发露 香港平时没有东西 一到夏天 一到春天的潮湿季节 整棵墙都黑了 都会有的 那所以呢 香港地 就是要储藏在干爽的地方 有时候可能厨櫃里面 是比较高高浪上去一点 那现在市面上买到的 绿咖啡精华呢 是怎样製造出来的 其实通常呢 她们都是用水来抽取的 拿些水呢 当然要找到好的绿咖啡豆先 那它呢 是浸在一些 就是过滤过的干净的水 那当然呢 这种抽取的方法呢 是比较会慢的 那但是慢慢的水呢 是会将咖啡因 和很多咖啡豆里面的 水溶性的化合物质 是可以溶化了出来的 那这些溶液呢 跟着呢 就慢慢地 就是在水呢 就蒸发它 那剩下来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纯的绿咖啡的抽取物 那通常绿咖啡的抽取物呢 除了有 就是有适量的咖啡因 那这个绿咖啡因 和这个绿咖啡因 这种酸 那除了这两个绿咖啡因 那这些绿咖啡因 这些绿咖啡因 用的时候可以加入任何其他饮品 它也不会改变其他饮品的味道 只不过会加入本身的天然能量和减肥的作用 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这些圆装的食物 就不需要用水吞 其实你平时喜欢喝什么的食物就这样加进去就可以了 通常就是我曾经所说的 通常就尽量空腹吃 空腹的意思通常是说饭前半个小时的 如果有时候你可以用粉装 可以放四分之一个茶匙 就是一千个mg 一般的包装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的产品 包装是400mg 你会放两个杯子进去 混入自己的平常喝的汁 味道可以更加美味 再强调咖啡是需要有很多杀虫剂去种植的 所以我们最好都是购买有机 或者是可持续公平贸易的咖啡 那就可以预防避免那些热带雨林的破坏 还有有些人还说是那个味道会更加美味 那你买咖啡的时候要留意它的香味 如果香味走了 那些咖啡就可能放得太久或者是坏了 有很多人喝咖啡 就是我曾经说 越来越来越有很多好处 那是我平时喝的咖啡都可以呢 其实不是的 如果要喝咖啡的益主呢 我喝的方便 其实主要是所谓黑咖啡 就是不要加太多糖 或者有很多其他调味的味道 除了我们曾经所谓的肉桂 Cinnamo Cinnamo本身已经有它的健康的功用 那尽量不要加糖 那我们以前也跟大家介绍 有一个叫做Stevia 是不是 那个甜菇 那个甜菇酥甜菇酥甜菇蒸 那我们健康店都有卖的 那就可以加这些这样的甜菇酥 来帮助你去饮用咖啡 那当然了 就是很多人喜欢自己去泡制 那买些咖啡豆啊 将它磨掉它 就自己呢 就自己製造咖啡了 自己自己製造那些 那跟着呢 你就要用那些过滤那些过滤子 是不是 但是一般你看得到呢 通常都是白白净净的那一类 但是记住呢 为什么这些过滤子有白白净净呢 其实它是经过什么 是绿的漂白的 那经过这个漂白呢 当然很多绿气的残余物 都会留在这张纸那里 那你在用这些纸来过滤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吃了很多这些 这样的不良的绿气的物质 那所以你买纸的时候呢 就是不用买这些白色的那些 就是要买那些未漂白的那些 那还有我曾经所说的这些绿 就是这些这样的物质呢 其实很多这些副产品呢 是包括Dioxin 这个是一个很剧毒的物质 那好了 那大家最近也有没有留意呢 很多那些咖啡店 都是开始呢 就叫大家呢 在店里面买它的杯 那原来呢 你去买杯去再去买 买咖啡呢 是可以便宜一些的 是的 可以便宜多少就通常 3元 都是3元 那咖啡20多元 便宜3元 其实都很值得的 是的 就是都足够的 那大家也记住啦 我们用的那些杯呢 如果最好就自己带也好 用它们那些也好 那最重要就要避免那些胶杯 因为胶杯里面呢 有很多我们叫BPA Bifisno 这些都是不好的物质来的 那也都我们已经知道了 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会不孕啊 很多一些癌症啊 那还有这些这样的BPA 进入了我们血呢 其实走不出来的 是的 那所以呢 尽量就不要用这些胶杯 是 那还有呢 尽量就不要用那些什么 Stylophone那些 那些发泡胶那些 那因为它里面呢 Stylophone里面呢 也都会有很多 我们叫Polysiren 这些这样的分子呢 就会被 就是 就是 釋放了 釋放了出来的了 那所以呢 尽量呢 自己一是带着那些 那个 玻璃杯 或者是那些 陶瓷的那些 那些杯 现在都好像很多的了 是的 那些人可以带那些 是专门给你携带方便的 那我记录呢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用一些 那些 那些暖水糊杯啦 那通常它用的 都是一种 不手钢的 那都比较稳定一些啦 这些都是 就是 我们讲究健康的人呢 喝咖啡呢 尤其喝我们今次所介绍的 綠咖啡呢 是大家要留意得到的 那当然啦 我们现在已经很多 就是这些这样的工具呢 已经成为一种 很简单的 的supplement啦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 其实健康店里都有的了 可以买得到的了 那你就可以 就是大家尝试一下 这种比较新的工具 那但是呢 那个医疗方面 和那个科学的验证呢 其实已经证实了 它是确实有很好的医疗的效果的 那所以呢 都我们都提到 我们的所谓 医食同源啦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来的 谢谢袁医生 今集时间差不多啦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大家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个W.SOURC2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拜拜